今天是复活节主日,我们纪念主的复活。 今天也是我们的习礼日,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欢欣快乐的大日子。 为了今天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张牧师有几句心里话要讲。 愿主耶稣大大的赐福你们,愿你从今之后的生命都为主而活。 过讨祂喜悦的生活,也成为他人的祝福。 今天我穿了一个很特别的领带。 这个领带是会有送祂的礼物,上面写着上帝赐福你。 有时候我戴这个领带,就请大家看一下, 看在这个领带上面写的也说,上帝也赐福给你。 愿今天受洗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们的生命永远都能成为他人的祝福。 今天我们是非常合适的日子,来看一看我们得救的这些经文。 就像保罗来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一样。 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1到2节,他这样说, 弟兄们,我要你们认清我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 这福音你们领受了,又靠祂站立得住。 是因这福音你们而得救。 如果你们能够持守我传给你们的信息, 否则你们是突然相信。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得救福音的内容。 这是相信基督为我们而死和复活的事实。 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2到3节所说, 这一段圣经非常重要。 他说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并且埋葬了。 并且按着圣经在第三天复活。 在这里给我们有两点的提醒。 第一个,这信仰是使徒所接受并且传给我们的。 这个信息并不是他们发明的。 是他们所领受再传给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得救。 第二个很重要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 他说,这信仰是第一次重要的。 第二个也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对我们的救赎是重中之重。 是对我们的救赎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是因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才能得到赦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从主得到赦免。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但是基督为我们而死了。 但是死亡不是终结,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基督的死亡和复活,我们就没有福音。 没有好消息也不必庆祝了。 所以让我们要记住,这才是福音的基本内容,也是最关键的内容。 第二样,我们要来看一下基督复活的证据。 非常多的证据,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两样。第一样证据就是空坟墓。 在马可福音的16章2到3节这样说, 在复活节主日的清晨,摩达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马可福音, 在马里亚,萨罗米来到耶稣的坟墓,想要告磨他的身体。 他们互相问,谁要替我们把石头从木门滚开呢? 第四到第六节告诉我们,当他们来到坟墓前的时候,发现石头已经滚开了。 当他们进了坟墓,就看见天使是一个年轻人的形象,坐在那里,穿着白袍。 他们非常的惊奇。 如果你在当场的话,我相信你也会一样非常的惊奇。 但是那年轻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慌。 你们寻找的是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因此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证据就是空坟墓。 那就是耶稣向他的门徒来显现。 那我们接下来又回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到八节。 他叫做神接下来的王爷。 他还跟我们老婆。 他就发生了可能五百度的弟兄和姨相同时。 那些都一直都在暮住。 那些都同时已然之一台住了。 也有些都逃亡忽然而也会失去。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到八节告诉我们 当主复活之后 他将自己显给基法 就是彼得看 又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次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现在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他显给雅各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 最后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气而生的人一般 因此当主耶稣向门徒来显现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第二个证据 他已经复活了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的重要的内容 和我们有证据 我们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会问这个问题 什么是我们的回答 当我们已经知道了福音的基本内容 并且也了解到基督复活的证据 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 那么我们对救赎福音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首先的第一点 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使徒保罗赐给我们的救赎福音 我们已经受洗的人 也要紧紧地抓住救赎福音 我们那已经受洗的人 也要紧紧地抓住救赎福音 我们那已经受洗的人 也要紧紧地抓住救赎福音 否则我们所信的就是突然的 第二,让我们所有已经受洗的人要记住, 我们洗礼就是意味着在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中与祂联合。 因此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应当和以前不一样。 我们现在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就要跟世人不一样,要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我们应该对罪越来越说不,但要对上帝越来越说是。 第三样,我们应该有的回应。 我们要学习使徒保罗的榜样。 他说是因着神的恩典,我才能成为今日的我。 他说以前我是逼迫教会的,现在我却成了神的使徒。 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上帝所赐我的恩典。 他说神赐给我的恩典不是突然的。 换句话说,这恩典产生出实在的效果。 使徒保罗他是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也许会引起一些人的误会说, 怎么样,你在夸耀你的劳苦,在骄傲了吗? 然后他突然加上另一句话。 他说,不,使徒保罗马上加上一句话说, 不,我说的不是我,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 所有一切都是恩典。 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 我们服侍上帝也是因着神的恩典。 让我们都来忠于神所给我们的呼召。 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爱,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 让我们也要为主而活。 也让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能够荣耀主名。 愿主赐福大家。 我再次向你展现祂的领带。 我们谢谢大家。